接下來黃岳福老師給我們測試占卜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活得隨心所欲嗎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今天我們的心態 到底知足不知足 如果不知足的話叫欲求不滿 所以我們今天字面是這四個字 欲求不滿 從四個字裡面選一字來測看看 未來一個月我的生活能不能隨心所欲 那請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你也一起來選 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請囉 我選滿 好 曹哥選滿 黑哥 我可不可以選一樣 可以啊 可以 那就滿了 滿啊 我也是想滿 哇 大家都滿 來 我就步吧 步 欲好像有口又要欠人家的 很亂講喔 很亂講喔 我選球 球 欲求不滿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活得隨心所欲嗎 觀眾朋友 選定禮首 黃老師 OK 我們這個欲有個嘴巴沒有人選 我們從這個字先開講 好 這個字的答案是 職場歡欣 鼓底翻身 這邊是鼓底的鼓啊 你看這邊歡欣都是這邊的欠耶 並沒有欠啊 都是歡欣啊 很不錯很不錯 是工作方面隨心所欲 九十分 很好 那下面是球 球是組織人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也選這個球的話 抱歉了 這個答案不太好 親友混球 見死不救 暫時沒有 就三十分 你千萬不能對我見死不救 還好我不是你親友 一定要幫我打一通電話 我是你的粉絲 好 下面你看一下鼓 鼓是艾菲兒 這個鼓答案是什麼 觀眾朋友如果你選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一夕之間 少光小人 這邊一夕的意嘛 這邊是小的人 全部都是包含在內了 所以是人際關係隨心手欲 八十分 好 再來去滿 因為中國人造詞 他一定有含義在的 既然是選滿 他一定是某方面的滿 錢財滿 股倉滿 這個財庫滿嘛 這不錯 兩位貴賓 美玲老師選的 好緊張喔 觀眾朋友也是這個滿的話 答案是 投資得法 黃金萬兩 錢財滿滿的 所以是錢財方面 是一百分 恭喜恭喜 謝謝老師 那我可以去郵輪 錢財一百分 那我可以去郵輪 對啊 存個十五萬 五十五天耶 爽死了 那我們 我們都要找超過五十歲的人 對不對 真的 來 謝謝老師